好的 主播恐龍心事器上可以看到 先是圖案冒出了一陣火光 接著民宅就有大量的東西全部都噴飛到室外 接著好幾人是立刻的衝出來 現場真的是亂成一團 這裡是在台南火車站附近在北區的一間民宅 突然在今天晚上有出現了氣爆的意外 現場大約是有8名的印尼外籍人士是有受傷 疑似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引爆了瓦斯塔 發生意外 因為我們接觸要回家 準備要回家 後來我們要那個 沒有 沒 沒 我們問到那個瓦斯漏了 所以我們要關機了 關機 那個一定很近了 沒有辦法很近很近 所以你們有去關瓦斯就對了 這個地點就是在台南北門北中街 也就是在火車站附近 在今天24號的晚上大約7點出頭 是有民眾報案疑似發生氣爆 據消防人員的瞭解 現場這裡其實是在每個禮拜都會進行的穆斯林的教會活動 這裡現場有大約8位的印尼籍人士 疑似是在主食東西的時候不慎引爆瓦斯塔 發生了氣爆的狀況 因此其實8位人士都是有受傷 還好經過了消防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先將瓦斯桶給移除 但是其實受傷的8位外籍人士身上也都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傷勢 因此是要立即的來送醫急救 還好都是在現場已經是沒有明顯火焉 而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以上為您掌握消息交還捧內